NBTI 馬爾斯·布里格斯性格分類法 又稱為16型人格測試 它經常被不同的跨國企業用了一個人才因選的工具 可以應用在工作、婚姻和教育等等的範疇 它的理論基礎是由著名學家卡爾·榮格所提出 繼而由美國心理學家海森林·布里格斯 和他的女兒伊莎貝爾·布里格斯·馬爾斯 研究並加以發展 16型人格測試是一種自我報告式的性格評估測試 可以分析和描述我們如何獲取外部訊息 作出決定、對待生活等不同方面的性格模式和心理活動規律 更加可以解釋我們為何對不同的人事物感興趣 擅長不同類型的工作 以及為何我們有時候不可以互相理解 16型人格將我們的人格模式分為四個圍道 每個圍道都有兩個方向、一共八個方面 而這四個圍道在每個人身上都有不同的比重 所以會導致我們有不同的行為表現 他們分別是掌管精力支配的外向型E、內向型I、 有關認識世界的實感型S、直覺型N、 影響判斷事物的思維型T、情感型F、 決定生活態度的判斷型J、知覺型P 在這個分類法之下,我們每個人都會被劃分為一共16種人格的類型 一共是統稱為分析家的INTJ、INTP、ENTJ和ENTP 統稱為外交家的INFJ、INFP、ENFJ和ENFP 統稱為守護者的ISTJ、ISFJ、ESTJ和ESFJ 在這個16型人格介紹的下集,我們將會介紹共8個內向型的人格類型 第一個要介紹的就是INTJ INTJ又稱為建築師人格,大概佔總人口的2.1% 建築師是一個負有想像力、果斷、神秘、自信 或有紅心壯志的思想家 他們為人冷靜、專心、心思細物、邏輯性強、理性 又很強的學習能力 他們很有可能是某一個領域的專家 因為建築師對知識充滿渴望 希望在自己擅長的領域做到最好,甚至是完美 典型的INTJ會這樣去想 所有限制、規則和傳統都是愚昧 任何人事物都應該接受審核和質疑 我們應該無時無刻都保持理性 根據邏輯去進行改進和變革 建築師會偏向在商業、技術 或者一些具有專業性和創造性的職業領域上面發展 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INTP INTP又稱為邏輯學家人格 大約佔總人口的3.3% 邏輯學家非常有智慧和具有創造力 他們的感覺就好像一個無時無刻都在思考著的學者 對抽象的概念非常感興趣 同時都希望深入了解他們 邏輯學家喜歡身處一個可以激發他們的潛力和創造力的環境裡面 所以他們都很喜歡和其他人辯論 在裡面也會分享一些未完全成熟的想法 在這些談話夥伴裡面試探自己的理論 邏輯學家很難去理解其他一些情緒化的行為 他們會傾向使用邏輯去解決問題 又條理地去分析 典型的INTP會這樣去想 我們要借鑑歷史、活在當下、憧憬未來 最重要的是永遠不要去停止質疑 邏輯學家會偏好在電腦科學、學術領域、理論研究等職業範疇上發展 或者成為專業人士 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INFJ INFJ又稱為提倡者人格 大概佔總人口的1.5% 是16型人格裡面最罕有的一種人格 提倡者是一個典型的理想主義者 他們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道德感 他們神秘、深沉、獨立、堅定、決斷 提倡者也負有使命感 而且相當感性 他們希望使用愛和同情心去感化這個世界的所有罪惡 提倡者性格溫和、話語溫暖 所以很擅長與其他人建立關係 所以很容易被其他人試了一個比較安靜的外向迎人 典型的提倡者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作出合適的選擇 我們應該選擇活在富有創造力和利他主義的世界裡 而不是活在一個具有破壞性、黑暗的自私自利裡面 提倡者會喜歡在教育、文化、藝術、設計等工作領域上發展 接下來就是INFP INFP又稱為調停者人格 大概佔總人口的8.8% 他們都是典型的理想主義者 無時無刻都希望在一個最壞的人事物裡面找到最好的一面 而且會想盡辦法將這個壞情況變得更好 調停者冷靜、害羞、敏感、文靜 具有完美主義 表面看來相當內向的他們 內心其實具有強烈的熱情 調停者凡事都以自己的原則為先 而他們的原則就是以善良、道德、美好等等的理想法 成為為標準 他們都以擁有這樣的品格為榮 而這些品質也都幫助他們和其他人進行一些比較深層次的交流 也都導致他們很適合從事一些創造性的工作 典型的調停者會這樣去想 邏輯性和實用性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情感 和身邊的人一起建立美好的世界 調停者會偏向在創作、藝術、教育和宗教等等的工作領域上發展 下一個就是ISTJ ISTJ又稱為物流私人格 大概佔總人口的11.6% 用一絲不苟來形容物流私就是最適合不過 物流私有很多明顯的性格特徵 比如正直、嚴謹、自律、可靠、勤奮、嚴肅、盡忠職、聚終職守等等 物流私總是願意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任 同時都為自己的努力而感到驕傲 物流私都願意花上不少時間和精力去準確地完成任務 所以都會受到那些在乎標準和傳統的機構稱來 比如說紀錄部隊和一些監管部門 物流私喜歡獨自工作 不喜歡依賴其他人 其都擅長分析環境 根據事實去採取最為有效的行動 典型的物流私會這樣去想 在我的觀察力加持之下 我可以獨自完成每一個任務 和其他人合作甚至會令我做得更差 和那些不適合的人在一起 不如自己一個人 物流私會偏路在金融、法律、醫療保健和技術類等的職業領域上發展 接下來是ISFJ ISFJ又稱為守衛者人格 大約佔總人口的13.8% 在守衛型人格中為數最多的一個類型 守衛者具有奉獻精神 非常照顧其他人的感受 他們都樂於助人、務實、平和謙信、富有殺人感 守衛者雖然安靜內向 但但他們意識到自己需要保護自己身邊的人時 他們就很願意挺身而出 同時都會變得非常強悍 所以守衛者也是一個典型的利他主義者 他們非常善良 認為只有在進行分享時才能增加愛的份量 在奉獻的同時都會令自己得到更多 所以對自己所相信的人事物非常慷慨和具有激情 典型的守衛者會有這樣的想法 很多時候都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命苦的人 我缺乏安全感同時都會過分悲觀 但就沒辦法出一份憂愁帶給其他人 守衛者會傾向在社會慈善、醫療保健、學術研究和教育等工作領域上發展 接下來就是ISTP ISTP又稱為鑑賞家人格 大概佔總人口的5.4% 他們是理性主義者 亦擁有強烈的好奇心 希望用不同的方式去感知和體驗世界 鑑賞家都是天生的創造者 他們可以在創造中獲得樂趣 在這個過程中向外界學習 鑑賞家坦率、真誠、實際、公正、謙信 亦是一個典型的行動派 他們對一些技巧性的事物有非凡的理解力 很擅長使用工具來進行手工勞動 可以將他們視作為一個藝術輪手 典型的鑑賞家會這樣想 我希望可以進程地享受生活 過一個與眾不同的人生 我期望的生活模式是充滿挑戰 而不是每日都到固定的地方 遇到同一班人做同樣的工作 鑑賞家會偏好在技術、商業、金融和手工等的職業範疇上發展 還有一個要介紹的就是ISFP ISFP又稱為探險家人格 大概佔總人口的8.8% 可以將他們視作為一個藝術家 探險家具有出色的藝術天賦、審美和設計感 而他們都會利用這些天賦去打破生活中的常規 以及一些顛覆傳統的期望 希望自己創造一個美麗而有隱蔽的環境 探險家各切頭切尾的內向營人 他們會是一個多姿多彩的感性世界 總是會以一些全新的視覺去探索和體驗世界 復取的時候 他們會把握時間自我反省 思考此時此刻的自己 批判自己的理念 這樣令探險家看來變化磨測 但同時探險家都喜歡通過不同的方式 來釋放自己的激情 例如進行一些有風險的行為 例如參與極限運動 典型的探險家會這樣想 在一天中我經常有變化 例如我經常感覺自己在醒時和睡覺前不是同一個人 探險家很喜歡在藝術、手工藝、技術、科學和商業等工作領域上發展 以上就是16件營人格中所有內向營人格 其餘8個愛向營人格可以參考我們上集的影片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